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 并装备两种或两种以上型号隐身战机的国家 中国航展在珠海举行解放军大秀殲35A 正式成为美国外首个拥有双隐形战机国家 对岸空中无力发展迅速 对我防空压力来说也是一大警讯 美国印太司令空军指挥官施奈德 接受外媒专访表示 自从赖总统上任后 共军空中行动增加300% 更会在川普政府成立之处 持续试探底线 盘点出共激老台次数 去年5月到11月来了300多次 到了今年同期已经破了千次 7月份今期对比 价次也增加了超过4倍 川普即将重新上任 盘点过去几年美方军兽确实在他任内 同意卖给我方军武 都是较大型的主战装备 提升我不少国防实力 专家点名包含美方退役神盾舰 E2D 预警机 反潜直升机 甚至最先进的F35都有争取机会 毕竟川普狂人个性很难预测 还得看这川普2.0上台后 军售态度能否如意 电视频道 刘宜成 创意 台北上半岛